嗯 这两个字懂了吗 哦我们稍微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 跟老师说好不好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讲解了 老师先定一个顺序好不好 第一个 双语言 第二个 双满 第三个 例会 我们每人读一幅话 轮着来好不好 第一个是 嗯 对了老师先问有没有不认识的字 有不认识的字先跟我说 我先带你读了 然后你再读这句话好不好 第一个是不是双满 一只 哈喽 一只青蛙坐在 井里 井里 对 一只青蛙坐在井里 再来一遍 一只青蛙坐在井里 对 很棒 你看这个图它就在井里面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双缘 一只小鸟 飞来 落 落在 井 井 颜 颜 颈 颈 上 颈 颈 颌 上 好 这个落是不是也没有学过 好了 是给你们圈出来一下 哦 天不好意思 我要把它弄小一点 这个 偏大长一点 落 这个字读落 什么是落呢 老师给你们举个例子 天上的飞机 它起飞了 但是它到终点站之后 它要飞下来 对不对 降落 它这个过程就叫降落 落它有一种向下 到达平地的感觉 落 好 景言 刚才老师讲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景 对不对 哈喽 小朋友们我们互动起来 这是不是一个景老师画的 OK 双元在吗 在 我们 你跟我互动好吗 我好想和你们说话呀 我好想跟你们说话呀 这个是这个景 大家看到它想到了景 对不对 对 然后 盐 盐就是老师画的这个 这个小 这个小边边 它整体是景 但是 只有一点点 只看它一点点的话 它就是边沿 你看 小鸟 这是黄色的小鸟 站在这个边边上 它就是景言 所以 小鸟 一只小鸟飞来 落在了景言上 这幅图 看懂了吗 看懂了 好 看懂了 还有两位小朋友 看懂了吗 看懂了 好 看懂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没回答老师呢 老师在 老师好期待你说 看懂了呀 我回答了 你什么 我已经回答了 哦 好的好的 那不好意思 那我们第四张图片 第四张图片 是不是该理会读了 青蛙问小鸟 你从哪来呀 对 青蛙 青蛙问小鸟 你从哪来呀 然后呢 下一个 小鸟说什么 我从天上来 我飞了一百万里 口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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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找点水喝 对 小鸟说 它从天上飞来 飞了一百多里 好远好远 飞累了 口渴了 下来找水喝 那青蛙又说什么呢 朋友别说大话了 别说大话了 大家懂不懂 大话是什么意思 知道 知道 好的 知道老师就不讲了 青蛙说 朋友别说大话了 是不是青蛙都不相信啊 不相信小鸟说 它飞那么远 对不对 为什么青蛙这么说呢 你看这一句老师读 青蛙为天 不过井口那么大 哦 天 还用飞那么远吗 青蛙的眼里 是不是青蛙眼里的天空 就只有井口这么大 如果想要到井里来 就从 这个 就从这个边缘 然后飞到这个边缘 就已经把天空 飞 一遍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小鸟给它解释 小鸟解释的 小鸟怎么解释的 李慧 弄 你弄错了 李慧 李慧 你的声音有一点点小哦 老师好像没有听清楚 天 天 无 无 无边 无 寂 无边 无寂 无边 无寂 对 大德恒 好 这一句有没有不认识的呀 不了解的 无边 无边无寂 这一个词 这一个词字词 老师给你们讲一下 无边无寂 我们看到天空就是无边无寂的 我们看到这个景 我们看到这个景 它就是有边 有这个边 然后有寂寂的 所以对比一下 你能想到什么 天空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好空旷啊 但是我们在景里看到的 我这边只能看到墙壁 这边也只能看到墙壁 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 其他的例子 可以给老师讲讲的 那这个我就自己说 你们去海洋看 在站在海边 是不是看到海洋也是无边无寂的呀 你看不到它的另一边在哪里 对不对 哈喽 你们能听懂吗 如果能听懂 跟我互动一下吧 老师很怕你们没听懂哦 我听懂了 嗯 好 然后如果我们站在 好的 如果我们现在坐在屋子里 它就是有边际的 对不对 无边无寂 我们一般用来形容天空 形容海洋 还有沙漠 还有沙漠 当你一个人站在沙漠里 你也看不到 我要走多远才能出沙漠 对不对 我们这时候也可以说 把它夸大了 说这个沙漠无边无际 但其实是有的 只是我们看不见对不对 好 无边无际 这个词 小鸟说 你弄错了 沙漠无边无际 大得很啊 小鸟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是不是它没有 坐在那个井里啊 它看到的天空 就是没有边际的天空 青蛙看到的天空 就是井里 那个窄窄的 透露出去的一点点 天空的一部分呀 对不对 好 你看青蛙 你看 下一个小朋友是谁呀 下一个小朋友是谁呀 干哪个小朋友读啦 青蛙笑了 说 朋友 我天天坐在井里 还有一个 他是连贯的 坐在井里干什么 他说什么 你抬头 就看见天 我不会摆错的 我不会弄错的 我不会弄错的 那你们说 他弄错了没有 他有没有弄错 他有没有弄错呀 他有没有弄错呀 没有 青蛙没有弄错吗 好的 怎么另外两个小朋友都不回我呢 青蛙 他说他天天 都坐在井里 他看到的天空 一直都没有变化 一直是这个 一直是这一片天空 所以他就觉得 所以他就觉得 天空没有变化 就是这么打 他不会弄错 但其实 小鸟见过的天空 是这样子的 是没有边际的 对不对 那最后小鸟说什么呀 下一个小朋友 小鸟也说 笑了 笑了 说 朋友 你是 弄错了 不信 你 看出井 口 来看你感到 对 你跳出井口 跟老师重复一遍 你跳出井口 你跳出井口 嗯 对 小鸟也笑了 朋友 你弄错了 对 这个 是不是 那你们觉得 到底是 谁对了 谁错了 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双元 双元觉得 是谁对了 谁错了 青蛙错 青蛙错 对青蛙错了 那谁对了 还有一个小鸟对了 对我们是两个主角 一条绿色的青蛙 绿色的青蛙 他眼睛 还有一个黄色的小鸟 小小的 对 是 李慧 是谁对了 谁错了 一条蛙错了 一条蛙错了 一条蛙错了